AudioJungle 时间12日,美国总统特朗普,接收其上任之后的首次健康体检。据法新社报道,白宫方面表示,特朗普的检查结果表明,这位美国总统现在非常健康。此前,当闭时间11日,在被问及体检相关问题时,特朗普表示,我认为体检将会非常顺利,如果结果不好,我倒是会非常惊讶。 这名71岁的总统还表示,体检最好是好结果,否则股市也会不高兴,暗示称自己的身体健康也会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。特朗普的此次体检之所以备受关注,也与前一段时间,媒体对其健康的质疑有关。 据海外网早前报道,在新书《火语幕》,特朗普白宫内幕中,牵扯到了特朗普在精神方面,是否能够胜任美国领袖这一重任的问题。 此书作者沃尔夫称,特朗普很健忘,也没有能力掌握担任总统所必须的复杂的政策和政治活动。 对此,美国总统也予以回击,称沃尔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。他编造故事来推销这本无聊而不真实的书,这已不是特朗普的精神状况。 首次受到质疑,1月8日,特朗普现身美国东部的亚特兰大,观看美式足球赛,在赛前全场起立唱美国国歌时。 这位美国总统被拍到明,显未能跟上歌曲节奏,甚至唱不出部分歌词。 不少美国网友随即再次提起特朗普精神状态成疑的传言,更有人表示,看来特朗普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传言是真的。 而正是在美国白宫发言人2017年12月7日,宣布,特朗普将于2018年初,接受全面体检的前一天。 特朗普在发表电视讲话时,突然口齿含混不清,至此引发了外界对他健康状况的猜疑。 来源,海外网作者,张尼奔锡编辑,江书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